这次我们是一个什么发明项目呢 一个叫切带机 应该是制衣行业的 切带机发明人姓林 叫林秀春 你跟我们报的这个发明项目切带机 切带机对 我们是在这个系统上再改进过来的 这个产品全世界都在用这个产品 是在那路远方向的 满意人机白进 这不是以前那个制衣厂实验的 那个平车的那个机台的那个桌子吗 对 它只是单纯的切断这个功能 这样子啊 你带我看一看它是怎么一个原理 这个就是要一个电锡来带断它的硬装 通过这个计数器来控制这个电锡的速度 转速 转速 转的速链 觉得一千一千这个倒上去 倒上去极下它这个计数机会计出来 我们可以看看里面是怎么一个结构吧 结构很简单 这个结构是这样子 这边是调酸料的长度 嗯 下面是电机 电机带断 带断它把它控制 然后这一个偏的 偏的就是带断这个酸料 这个一叶出来 一叶出来它那个酸料的距离也长 嗯 接下来我们来拿个计时器 来算一下啊 我们按按每分钟 看能切多少根 可以 预备 开始 对 五十五秒 五十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十 好 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五是吧 五十六 五十六加我 这边是四十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一十六 差不多 基本上准确 基本上准确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随便找几个啊 标准是不是一致的 这样啊 传转规格基本上是一样 速度的话 速度应该是比传统要快一倍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调理一汤嫩液 因为这样一台 用它也就能看到 如果不太快的话就不行 如果太快的 你做西苗苏就可以拿到上下 哦 行 这个是叫切什么鸡 超蒸波滚切鸡 滚切鸡啊 滚切鸡 我们这样子吧 我们切一个 也不是 太长的话可能会浪费材料啊 切三十的 啊 三十公分 三公分 三公分的啊 对 把这个宽里面倒干净 我看一分钟 它到底能切多少个 对 它也能接触 也能接触吗 这上面 能接触 在这个时间 自己时间跟接触都有 来我们看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个鸡 预备 开始 看看 你看看这个 一千零六 一千零六个 哈哈 一分钟一千零六个啊 那这个速度是相当厉害的啊 对 这个手里太高了 对 你看这个是刚刚切的 哎呀 放松 就这么多 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数量肯定是可以的 还是热切的 哦 还是热切的 至于不会不会有花边啊 不会散口 不会散口 至于也 castle 零死 跑 至于 上 опять 等... 哦 凍 的 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